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先去 咱们先把排骨捞出来 去清一下 准备两个苹果 然后咱们把它改一下刀 然后把它放到料理机当中一会儿 把倒好的苹果泥倒入到排骨当中 准备一个洋葱 也是把它切开 改一下刀 把洋葱也打碎 把倒好的洋葱也倒入到排骨当中 把姜蒜也放到里边 咱们也打一下 把倒好的姜蒜也倒到里边 在排骨当中加入韩式辣酱 加入蚝油 加入蜂蜜 用手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以后咱们腌制成半个小时 起锅 烧油 油温升至四五成热 然后咱们把排骨搞到油锅中咱们炸一下 稍微炸净均匀就可以了 把煎好的排骨放到锅和锅当中 然后咱们把腌排骨的酱汁全部倒到排骨当中 锅中加水 加盐 上汁以后炖上二十分钟就可以了 咱们给它放下汁上去了 等到时间 开锅喽 哇塞 哇塞 这颜色非常漂亮 哇塞 已经非常软了 基本上已经脱了骨了 哇塞 哇塞 看这边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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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侤 啊 马上 哇塞 哇塞 米 看吃看吃看吃 有手套没有 有口套 有口套 太辣了 有口套 有口套 吃蒜吃完咱也包 吃饭 吃饭口套 而且甜口套 吃的味道 挺软的 这个味道 这个味道挺软的 这个味道 这个味道 火不正 来吃吧 你包一片蒜我就吃一块 吃饭不能煎了一块 是 吃饭不能煎了一块 吃饭不能煎了一块 很厉害 很厉害 分厉害 可以吃饭 味道 雞肉 吃饭 尖室 这个味道 永久 吃饭 就是 不同的 胃软了已经 嗯 脱骨 嗯 下手 你就是在脆骨 脆骨 脆骨的辣 吃蒜饭 拿来弄一弄 刚才好吃 不吃蒜 反正是吃 骨头顶 一口吃多少蒜 刚才好 大蒜刚好一口一个 差点黑股 嗯 嗯 嗯 好吃吧 果然是 吃肉不吃蒜 香味少一半 肯定啊 果然是 出这几天几天没来 想死了 馋死了都怪 这个蒜 单独吃 难吃 对 我为什么吃那些东西 就肥肉 嘿嘿嘿 肥肉更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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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嗯 哎好了 给我吃 好了小伙伴 今天视频就到这儿了 喜欢我的小伙伴 记得转发陪我关注哦 再见 给给给给 嗯 嗯 谢谢大家